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、死伤最严重的的一次大战,颠覆了当时的整个世界战略格局。作为挑起二战的德国,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,一度称霸欧洲,就连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,就抵抗了七个星期就投降了,法国的牛皮吹破了。 作为二战欧洲战场上,伤亡最大的当属苏联,在整个二战期间,苏联损失了两千万的人口,欧洲领土几乎全部沦陷,然而在二战结束后,斯大林却放弃了五十亿战争赔款。 按照苏联人的个性,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背后有什么引擎,原来不是斯大林傻了,而是斯大林打着另一个如意算盘。 由于在战争中苏联最主要的工业基地都损失严重,大部分机器设备都被炸毁了。 然而斯大林是知道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强大,德国的机器设备更是欧洲第一,因此德国这些机器设备可以补充苏联的损失。 苏联在战后能够迅速恢复国力,也是多亏了这些设备。 当时德国的军事工业在欧洲名列前茅,克鲁伯军工厂更是欧洲大陆第一大兵工厂。 尽管战争后期德国本土遭到了盟军轰炸,但是德国工业仍然保持强大的生产能力。 比如说在1944年,这一年德国生产的武器装备,足够装备200万人的部队,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工业实力。 希特勒才有底气和欧洲叫板,英美两国看到苏联人竟然不要战争赔款。 只是要这些老设备,也乐想其成。 虽然这些设备在美国人眼里不值钱,却是苏联眼中的热波波,在得到了德国一流的设备和技术。 苏联的火箭、飞机技术才开始了腾飞,是苏联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。 这一点上不得不说,斯大林还是很有眼光的。 虽然今天俄罗斯经济不景气,但是在全世界武器市场中,仍占据了大份额市场,也侧面说明了苏联的军工技术的强大,这都是当年打下的基础。